2016年8月31號 尼泊特颱風六校修繕 校樹 門窗 屋頂 嚴重毀損遙遇墜 墻台尼泊特 強風豪雨重創校園 學校遍布危險散落物 有垃圾 有釘子 還有玻璃 颱風上來的時候 這裡的屋頂就被掀掉 跟後面的天花板 就一起坍塌 台東多索校園遭颱風 侵襲毀損 此季協助台東專校 東商 東中 寶桑 東海 及溫泉國小修繕援建 因為學校損害非常嚴重 那會影響學校的教學 校舍不足 那我們也盡快把它完成 有個安全的校舍 教育不能等 開學在即 上人特別前往受災學校 關心修繕進度 風災後 近兩個月趕工下 在開學前完成六校修繕工程 孩子們在安全明亮的教室裡 展露校園 跳起傳統舞蹈 2003年8月31號 此季四合一功能分組 心若沒合起來 力量不出現 心若沒合起來 舵頭馬車會亂掉 所以要輸這份力量出現 要代表現成合心 所以我們合心 就能讓我們說嚴重 上人以核心核氣 戶外協力為名 調整過去以組隊長為主導 實施四合一功能分組 7月首次提及組織改革 8月底醒腳期間 正式更動組織架構 四合一功能分組 四合一新分組讓志工皆能發揮功能 無上下高低之分 整體架構宛如透徹無染的 立體流離同心圓 從1996年賀博颱風因緣 上人提出志工一居住地重新編組 落實社區敦其牧林 再透過四門四法四合一 以平面關懷 直線功能 推展慈濟智業 加強動員力 讓團體中真正落實 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一個人走得快 可是很多人走得遠 2004年8月31號 此季禁思文化受邀首度參加 2004年第十一屆北京圖書博覽會 50多位來自台灣 美國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地的 慈禮志工支援 與禁思文化執行長姚仁璐 在北京展覽館打造禁思書宣 點養莊嚴的氣質吸引許多民眾驟足 無法再混亂 依舊 我們進行行場